梁头,自重营,安定郡无事现眼,春秋时,晋果大夫梁一尔,是梁桶的原主,梁桶的高祖父梁子斗,从河东郡前至北帝郡,梁子斗的儿子梁桥,积累上千万家产,按照汉朝制度,前至五帝陵起县茂陵,在爱帝,平帝年间,又前至安定郡,梁桶性情刚强,兼业,喜欢法律。 最初,在周郡担任官子,庚死二年,庚死帝征召梁桶,府为中郎将,此后,右派梁桶前往边疆,安定梁桶,担任九权郡太守,庚死帝败王,四眉军攻入长安,梁桶鱼斗勇及梁桶各郡太守,起兵维护边疆,大家共同赏议,用立一位统帅,按照名乱, 罐子排序,梁桶被拥立为统帅,梁桶持样,载往西,陈英不肯接受王者称号,是因为老母有先见之名。 今天,梁桶仍然有老母在,况且,梁桶得能遣不得,成不足以担持重印,词后,窦勇被推举为河西大将军,梁桶单一武威军派手,在印上,梁桶威正严厉,声望影响邻居。 建武五年,梁桶派遣使者,跟随窦勇大将军,幕府长使刘军,前往京市拜叶光五帝,送上供品,光五帝展行营召见使者,下召驾封梁桶为宣德将军,建武八年夏天。 光五帝,光五帝率领汉军讨伐奎修,梁桶宇斗勇等,率领河西驻军迎接光五帝,即至奎修败亡,光五帝封梁桶为成义侯,梁桶同父义母的哥哥梁群。 行对梁桶受赐军关内侯,光五帝拜梁桶为九泉郡典军典农度位,三人返回和习,建武十二年,梁桶与斗勇等到京市朝见皇帝,以列侯身份享受奉朝清礼,梁桶再次受封为高三侯,光五帝拜梁桶为太宗大父母,应命梁桶的是个儿子为宫中侍郎,梁桶多次尚属, 就朝政向皇帝提出奸言,梁桶因为法令过于迟缓,违法案件批法,朝廷应该修订刑法,施行重点,梁桶上属,曾看到原地, 爱帝年间歼免死刑以下的法律,共计有123条,杀淫受犯,也可以坚死罪一等,从此以后,以此为判刑标准,导致奸淫轻易犯法, 官吏一杀淫,臣听说,君王知道,以淫义为上,淫则虚爱义,一旨虚善于理政,爱义以清除残暴为中子, 理政以去除破烂为核心,刑法载于准确,而不载于轻判,这才是法治原则载五帝时,刑法也有流放,击杀,放毒,诛杀, 三王也有大品,死刑,默刑,逆刑,逆刑,逆刑,月刑, 孔子说,人者须有勇气,又说,善于理财,严肃法律,禁止民众,威非作胆, 这才叫一刑高地接受天命,粗暴安良,挺定天下,同样要制定刑法, 对啊,天下才能获得拉着,文帝性情宽厚,是吟正义,以宽厚治理天下, 当时,天下太平,然而,文帝只是侧小右行,拈出连作法, 其他死刑,营远按照就有法律执行,谷地继位,果力强盛, 残力有余,随谋划征法远方,驱逐匈奴,多次派兵处政, 有些地方豪强,曾经违反禁令,建立仪仗权势,舞弊犯法, 在此情况下,五弟制定保僻连作罪,执行不报罪, 以此来摧毁监党,惩治罪犯,宣帝为因聪明,正直, 统于海内,臣下克尽职守,谨守法律,朝廷没有大的食物, 宣帝殷勋就点,天下或者大字,宰爱帝,平帝年间, 两位皇帝宰位时间较短,处理朝政,缺乏经验, 丞相王家随意变通法律,废出先帝制定的法典, 数年之间积累下三百件棘手案件, 有些案件难以处理,有些案件唯一明显, 曾经将危害最大的集中案件俯禄在下, 陛下以武藏教化百姓,推行旧德, 审时多事,波浪反正,功德堪比文帝, 五弟,德行谋于高祖,不应该阴寻衰逝法典, 愿陛下应征思考,反思执法中的缺失, 下诏有关官员,这其善者耳从之, 自定不可更改及影响后世的法典, 天下兴慎,光五弟将梁桶的奏章交于三功夫, 请位俗讨论, 大家因为司刑严刑俊法, 目前还不是冥王辞政的要务, 前汉司刑轻法, 时间已久,不宜轻易改动, 梁桶的戒言,没有被采难, 梁桶再次上述, 有关官员因为陈的谏言不宜施行, 陈以为陈的谏言并非强调以言行军法制度, 陈看到,从高祖以来, 直至孝宣皇帝, 他们施行的刑法, 大多符合经书典籍, 对比今天的法律, 参考过往的经验, 遵循前汉的法律实践, 有些条款并非难以更改, 陈的谏言, 殊不尽义, 奏请陛下早见, 陈愿意将所思所想, 面对上述及陛下进陈, 详细陈述光无地照令上述, 听取两桶陈述, 两桶面对上述, 继续陈述, 陈听说明君圣王, 建立刑罚制度, 即使在唐瑶, 于顺盛事, 也要惩治师兄, 上书讲, 先陶有罪之言, 用五种刑法, 惩治五种罪言, 还说, 高陶自定刑法, 用以字里天下百姓孔子说, 刑罚不能公平, 百姓就会守足无措, 公平的含义, 是表示知法行众, 符合实际, 春秋记载的诸上, 包括公司亲属, 一旦犯法, 绝不宽恕, 这样才能够防患于味言, 安定设计, 挽救委居, 这并非抛弃严之心, 最重要的是要阻断奸贼的嫌疑, 恶行, 冲高主建立汉朝, 直至孝宣皇帝, 皇帝英明, 朝臣忠诚, 君臣在朝堂上谋划大计, 身谋远律, 迎言要隐寻旧葬, 不敢轻易改动, 海内大致, 审理的最爱也在减少, 从原地出源, 到爱地建平年纪, 减少刑法, 一百一万, 到贼缺一亿争录, 每年有上万中刑, 后来, 三府地区贼寇猖獗, 聚众之士, 甚至焚烧武力茂林, 火光照亮苍狼为阳龙, 再后来, 龙溪地区, 北地区, 西河郡的贼寇, 宅州郡流窜, 遥相呼应, 攻占国家武库, 盗取灵器, 接链官吏, 百姓, 朝廷般发告出, 交付贼寇, 连年争较, 应言难以平息, 在当时, 天下并无大难, 百姓安居, 而贼寇指示, 竟然如此猖獗, 直接因为刑罚过宽, 达不到惩治目的, 致死愚民轻易犯法,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, 由此看来, 用清刑治理国家, 反而会产生祸患, 将恩惠施语奸邪, 此会令黎民遭受伤害, 陈建义, 陛下应该夺咨询向孔光, 斯大那样的贤臣, 夺听取他们的意见, 上述将梁桶的咒译, 禀报皇上, 官吾的压下咒诈, 没有回复, 在后来, 梁桶出印九将军太审, 受封为陵香侯, 在印上, 梁桶正继有意, 官吏, 百姓敬畏太审, 服从治理, 梁桶在印上去世, 世子梁桶继承爵位, 梁桶, 自伯顺, 年轻时单印公众侍郎, 娶了光武帝的女儿, 五音长公主, 后来, 梁桶省印虎奔中郎将, 梁桶博览经书, 熟悉前汉制度, 就建造明堂, 皮拥, 娶, 娶, 风扇典礼, 与武生们展开讨论, 收到皇帝信印, 非一般朝臣所能比拟, 光武帝驾崩, 梁桶结寿遗证, 但印辅政大臣, 明帝永平元年, 梁桶改印太普, 未失事, 梁桶多次显信, 向郡县官员请扑, 永平二年, 事情被淫揭发, 遭到免怪, 梁桶继怀怨恨, 永平四年冬天, 梁桶散发匿名信, 肆意诽谤他淫, 被谱入狱, 实在狱中, 风果被撤销, 而这梁桶, 以公怀皇后唐兄的身份, 在和帝永元年间, 担任皇门侍郎, 转任请示, 校尉, 梁桶为淫宫, 离样, 俗赌世经, 上述安帝永出年间, 梁桶担任常乐宫少府, 梁桶有一弟弟, 名梁桶, 梁桶, 自俗静, 年轻时, 梁桶小喜梦逝一景, 二十岁时, 梁桶教授一景, 后来, 梁桶受到哥哥梁桶案牵连, 与弟弟梁桶一起, 被流放至九镇郡, 九镇郡递出南方, 要渡过长江, 洞条湖, 还要坐船溯源水, 湘江尔上, 在路上, 梁桶有感于无子虚, 虚远腾, 前代先行, 因为找到奸淫无限, 沉江尔舍, 因而写作, 导烧腹, 以之纪念, 后来, 明帝瞎照, 让梁桶返回家乡本去, 梁桶回来后, 闭门读书, 潜心修养, 以经书点几字语, 梁桶写作多篇文章, 将其编辑为齐续, 广告看了后, 称赞道, 同此入春秋, 大嫂五婴公主, 是与梁氏的财物, 按照亲疏远近, 若所差别, 特别敬重梁桶, 即使是医护, 私物, 器物, 也要多分一些, 梁桶把分得的东西, 全部拿出来, 再分送给祖宗亲属, 不留分好, 梁桶在京时长大, 不习惯家乡的生活, 知乎有才能, 孕育不得志, 曾经登高望远, 拍戏道, 大丈夫生载事件, 身当风吼, 死当妙食, 如妻不言, 贤居家中, 可以养治, 披兰经书, 也足以于请, 周郡之子, 徒劳银耳后来, 朝廷征召的公文, 接踵耳至, 梁桶不肯应召, 梁桶生有三男三女, 张帝那两个女儿入宫, 封为桂野, 小桂银生下河地, 窦皇后亲自抚养, 四位即出, 梁桶家银, 私底下为子尔庆贺, 杜氏家族听说后, 担心梁氏有一天会得志, 威胁到斗氏的利益, 张帝建出八年, 斗皇后先还逼死两位贵银, 同时诬险梁桶的犯有谋逆罪, 张帝下召派汉阳郡太守证据审理此案, 梁桶死在狱中, 家属被流放至九证据, 因为案件牵连到五阴公主, 公主被流放至新城县, 由专阴看护, 宫中的事情寄密, 没有人知道何帝是梁桂银所生, 何帝永远九年, 斗太后驾崩, 梁桶的儿子梁桶洪派堂兄梁坦, 特安坦向三公府申诉, 按照汉甲就点, 皇帝尊崇母亲家族, 梁桂银生下何帝流照, 母亲家族却没有享受尊号, 梁桂周请就此事复役, 太贵张普接见梁坦, 询问事情原委, 何帝早见张普, 张普向何帝汇报梁坦所谈的情况, 何帝挺后, 悲痛不已, 问, 义军的意见, 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理才好, 张普回答, 按照春秋大义, 母依子贵, 探建国以来, 母亲家族莫不受到皇帝尊仇, 陈宇以为, 应该为梁氏上尊号, 以慰问圣灵, 陛下还要封伤几位舅舅, 以表明尊崇亲人之意, 何地哭着说, 不是君, 谁能为朕想得这么周到, 恰封梁桂银的姐姐, 南阳俊阎犯调的妻子梁义, 义, 上述, 为梁氏当年遭受无限深远, 且同父异母的妹妹梁桂银, 在前朝宠宴后宫, 蒙受贤帝后恩, 得到宠幸, 皇天授予军命, 陛下诞生, 由于被窦县兄弟赠毁, 妾的父亲两手冤死着监狱, 还古不能掩埋, 老母与孤弟, 滑舍万里, 被流放着扁军, 只有妾一人得以幸免, 折服着朝衍, 常担心无辜远命, 无处审述, 如今, 陛下遭逢神圣之运, 同理万机, 天下百姓, 各得其所, 都现兄弟, 各贯满盈, 已经福顾被杀, 海内清贫, 远岸得以洗血, 且得以重见天衣, 重新拭目, 再见光明, 这才敢冒死罪, 向皇上陈述, 且听说, 文帝继位, 博士蒙受勇广, 宣帝继位, 此时得到恩宠, 且的家族, 虽然有博士, 此时那样的荣耀, 却享受不到外戚拥有的恩宠, 且按照哀伤, 且的父亲蒙受冤屈, 不能复生, 且的母亲已经年过七十, 与弟弟良堂的, 永远远载绝育, 不知事事事活, 且恳请陛下哀怜, 狩猎两手的修补, 重新按葬, 让母亲和弟弟搬回本居, 陛下的恩者, 炒过前地, 央生子, 使子有所依归, 何弟看了咒障, 悲痛不已, 将此案交如中常事, 也听令父神, 精神礼, 良意所言, 均为事实, 何弟召见良意, 良意挡着何弟的面, 又详细陈述当年的情话, 何弟将良意, 牛仔公众住了几个月才回去, 何弟赏赐良意一会, 费人, 金钱, 卷补了, 栽底, 奴蜜, 几个月时间, 赏赐达千万, 良意受来有一得美心, 何弟非常尊敬, 是良意本号, 良夫尹, 左拔犯账回与林军总监, 犯账是广路大府, 泛红哥哥的曾孙, 而后, 何弟追封母亲良贵人为公怀皇后, 当年冬天, 何弟制造书于山宫, 大鸿路, 孝行, 莫过于尊敬, 亲亲, 这是孝之大义, 司经讲, 父习生我, 母习居我, 扶我处我, 藏我欲我, 故我复我, 除入福我, 预报之地, 浩天网集, 真不敢再建立章程, 参考就点, 温帝, 五弟已经有定制, 追尊外祖父, 拜封爵位, 已表示尊重亲眼, 追封皇太后的父亲两手, 四号宝亲米侯, 参照灵文侯, 顺承侯, 恩承侯的灵源归日, 建造灵源, 魂灵有之, 享受疏涌, 尊绝和服事, 以此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, 何地优派宫中业者, 于梁役, 梁户准备祭礼, 西星迎回梁耸的灵舅, 在京师重新安葬, 赐予东原制造的绘画官国, 玉霞, 一寝, 在宫怀皇后领寝旁, 建造坟墓, 何地亲临送葬, 朝中文五百官参加葬礼, 何地召回梁耸的妻子, 儿女, 封梁嫂的儿子梁堂为乐平侯, 封梁堂的弟弟梁庸为城寺侯, 封梁庸的弟弟梁庸为禅父侯, 每人享有十亿五千户, 全部享受特计位礼遇, 同时赐予宅邸, 奴婢, 车马, 顶器, 公奴等食物, 价值达亿万, 向士尹展示, 这是皇帝给予的恩赏, 梁氏内外亲手, 按照亲疏远近, 不为公众色狼, 业者, 梁堂担任大红奴, 梁庸担任寿, 梁堂去世, 世子梁安谷, 继承爵位, 暗地阳光年前, 梁挽国在宫中担任寿宗, 因有罪遭到免官, 梁氏担任是狼者, 受到牵连, 全部被免, 梁桑, 自博下, 是梁庸的儿子, 年轻时, 梁桑以外戚身份担任狼宗, 后担任皇门侍郎, 顺利拥见元年, 梁桑继承父亲的爵位, 受封为城市侯, 永建三年, 顺利把梁桑的女儿和妹妹卷入椰庭, 时候, 梁桑担任是种, 囤其校尉, 顺利扬家元年, 梁桑的女儿被立为皇后, 妹妹被封为桂尹, 顺利赐梁桑特级位, 增加丰国面积, 赐宇安车司马, 当年, 顺利败梁桑为执金武, 梁桑二年, 顺利封梁桑的儿子, 梁继为乡义侯, 梁桑持样, 没有接受, 梁桑三年, 顺利败梁桑为大将军, 梁桑坚决持样, 逞并, 不能起床, 梁桑四年, 顺利派太长欢演奉厕书, 在梁桑的宅邸, 拜梁桑为大将军, 梁桑来到缺门县, 第二年, 梁桑列夫人隐私去世, 顺利追加四号, 开封剧, 赐宇烟烧陪荡, 梁桑以外戚身份身居高位, 然而, 梁桑为人牵合, 顺己代言, 为朝廷推荐显示, 曾命用汉阳阵营巨揽, 上党令人参规为大将军幕府院守, 命用礼顾, 周举为幕府从事东南, 京师自安, 为之改善, 人们认为梁桑是府立朝廷的梁臣, 顺利也很吸引, 每当梁氏欠售, 有积极出现, 梁桑又会用车辆装载骨, 名言拉到城门口, 政绩平民摆计, 梁桑从不刻意宣扬自己, 专心私会与民众, 严格要求驾营, 监察家族, 家族中无垠敢干扰官吏执法, 掩耳, 梁桑性情油恶, 对人没有威严, 尤其对于宫中宦官, 过于放纵, 梁桑让小黄门朝节等, 在宫中掌握权力, 害让儿子梁继, 梁不宜与宦官结为好友, 宦官妒忌梁桑受到皇帝宠幸, 法尔陷害梁桑, 顺帝永和四年, 中常是张魁, 取正, 内则令时光, 上方令夫妇, 永从普社杜勇等, 人和起来社谋, 一起震回梁桑, 中常是朝腾, 梦奔, 说梁桑等欲征召诸侯王子, 图谋费力, 就请顺帝代仆良商等人自罪, 顺帝说, 大将军父子是我的亲属, 朝腾, 梦奔是我所宠爱的眼, 一定不会有这种事情, 是你们这些人妒忌罢了, 张魁等人, 看到这回不起作用, 开始害怕, 于是, 又假传圣子, 在紧张代仆朝腾, 梦奔, 顺帝直到后和言大怒, 司令宦官礼舍赶快释放朝腾, 梦奔, 代仆张魁等, 全部杀头, 他们的公子, 牵连出很多宰位的大臣, 梁桑担心, 会有太多人受到牵连, 一定会有人被冤枉, 梁桑向顺帝上述, 按照春秋大义, 有功劳, 奖赏主帅, 有罪行, 惩治守恶, 这样, 奖赏不会太难, 惩治也不会牵涉面太广, 这是五帝, 三王安定天下的举措, 陈庭说, 拷问中常是张魁的, 供辞牵涉面很广, 朝廷一旦兴起大狱, 就会有无辜者猛员, 长久机啊, 险戏罪过也会样成大案, 这不是顺应祥和之气, 不是安定天下, 教化民众的举措, 应该尽快结案, 以避免更多无辜者被捕入于顺帝采那梁桑的建言, 紧承治了犯罪的主犯, 顺帝永和六年秋天, 梁桑并重, 临终前, 告诫儿子梁桀等, 我已不得, 享受如此多俯佑, 升迁辅索朝廷, 没有做过多少友谊指示, 死后还要耗费如此多钱财, 上当使用的一群范寒玉霞珠贝之类, 对于修补, 毫无益处, 百官为了我的上当, 还要忙忙碌碌, 阻塞道路, 独成成垢, 虽然是理智要求, 但也有可以边通之处, 如今边境应有战事, 道贼尚未平息, 怎么能因为上市, 耗费国家这么多钱财, 我延期之后, 即刻将丝海运至木旁的房, 即时并练, 脸服就是平时穿的衣服, 要用穿过的衣服, 不要另外缝制, 并练完毕, 即挖掘木框, 木框挖好, 即可下账, 即是用的食物, 就用我平时吃的食物, 不要用三生剂力, 作为孝子, 要警方父亲一致, 不要违逆我的想法, 梁框就是, 顺利七零加重料宴, 几个儿子, 一按照梁框的一言半赏赐, 顺利没有银, 顺利赤羽东原建造的珠红色棺, 有银肉, 红肠, 玉侠等食物28种, 赏赐商里前200万, 不比3000匹, 王后赤羽桑里前500万, 不比1万匹, 急至下账, 又赤羽清扯, 安排五十送账, 顺利赤梁桑之后, 宗侯, 王后清零送账, 顺利送至宣扬坪, 登高眺望送账的车情, 侍者梁继继承爵位, 梁继, 自博主啊, 长得冤奸财努, 双眼盲眼直视, 口齿不轻, 讲话结巴, 十字不读啊, 只会操操鞋血血, 梁继出身于皇亲火器, 从小都是浪浪公子, 唯言放纵这事, 似酒如命, 喜欢射箭, 弹球, 下五个起, 玩六五个, 骑球, 赌钱, 诸多游戏, 无所不能, 还喜欢嫁影, 玩狗, 赛马, 斗鸡, 最初, 梁继在黄门单音色狼, 后来声音是种, 虎奔中狼将, 乐旗校尉, 步兵校尉, 执金吾, 顺帝永和元年, 顺带梁继为河南郡大爷, 在印上, 梁继交恨之事, 残民已成, 做了许多不法之事, 梁继父亲梁继的密友, 洛阳令女方, 多次向梁继谈起梁继思意妄为, 为此, 梁继也多次赤着梁继, 梁继竟然派人在路上刺杀梁继, 又担心父亲梁继知道, 将梁继被杀的案件, 嫁祸于梁继的仇家, 奏请朝廷拜梁继的弟弟, 吕宇为洛阳令, 后来, 吕宇将梁继的仇家进行收捕, 杀了仇家的中亲, 门客一百余隐, 梁继去世还为下葬, 顺帝祭拜梁继为大将军, 拜梁继的弟弟, 是忠梁不以为河南郡大义, 即至顺帝驾本, 冲帝年幼, 还在强保, 太后临朝称赞, 赵令梁继与太父赵郡, 太贵礼顾兼顺书指示, 梁继虽言此样, 自称不能担负此宗印, 掩尔更加放适, 冲帝流冲驾本, 梁继拥立子弟流转, 子弟年少, 然而很聪明, 看到梁继交横跋扈, 在朝堂上, 面对群臣, 指着梁继说, 这是一个跋扈将军, 梁继听了此话, 顿声厌恶, 令手下银在扁中下毒, 送给子弟吃, 子弟吃了后, 当天驾本, 梁继又惨于定彻, 拥立柳字, 这就是桓帝, 梁继无限礼顾及前印太尉渡桥, 海内誓言为此叹息不已, 更加害怕梁继, 相情记载在礼顾传, 桓帝建和元年, 桓帝加封梁继十一, 一万三千户, 增加大将军幕府, 取建高地, 茂财的名额, 大将军幕府的官署, 是三公府官署的一辈, 桓帝又封梁继的弟弟, 梁布依为养娘侯, 封梁布依的弟弟, 梁继为西平侯, 封梁继的儿子, 梁继为相依侯, 每人享受十一亿万户, 桓帝和平元年, 桓帝增加梁继十一亿万户, 合并此前十亿, 共享有十亿三万户, 红龙军尹宰宣, 省性残忆, 奸邪, 欲取悦于梁继, 上书称, 大将军有奏功的功劳, 朝廷已经封了梁氏的几位弟子, 梁继的妻子也应该受封为义军, 丸帝下葬, 封梁继的妻子孙兽为相成军, 可以享受阳底一线的祝税, 每年收入达五千万, 加持赤色印符, 带玉等同皇室长公主, 孙兽长得很美丽, 善于于梅泰远业, 做出愁眉金锁一样的, 娇声滴滴, 法迹像马尾一样偏锤一边, 走路一步山摇, 面露笑叶, 做出种种梅泰, 取悦梁继, 梁继也改换辅射, 成于, 见悦理智, 自作家有平领的平车, 在头颈上装饰, 在关上装饰, 头颈上折出脚, 身后跟着高祖大山的势力, 穿着像虎尾一样的单鱼, 顺受生性善途, 又能钳着梁继, 梁继对妻子, 既宠又怕, 最初, 梁继的父亲梁尚, 像顺帝献上美人有通妻, 有通妻有一些小伙子, 顺帝把有通妻还给梁继, 梁继不敢留下, 随将有通妻改嫁, 梁继派门戈, 把有通妻夺了下来, 梁继就是, 在扶桑期间, 梁继穿着桑服, 在洛阳城西与有通妻拼居, 趁着梁继外出, 顺受带了许多家奴, 扑盐, 把有通妻从拼居出带回家, 将有通妻的头发剪去, 打破脸面, 用鞭子抽打, 孙兽上述皇帝, 告发梁继在扶桑期间, 与女人听居, 梁继害怕, 向孙兽的母亲叩头求罪, 孙兽不得已, 这才停止折磨有通妻, 梁继与有通妻失通, 生下儿子梁伯玉, 常逆起来, 不敢让人知道, 孙兽知道后, 派儿子梁继杀了有氏家族, 梁继担心孙兽会害死梁伯玉, 把梁伯玉藏匿在墙壁的岸上, 梁继有一个受到宠爱的家母亲公, 后来管制太厂卸令, 可以自由出入孙兽的住处, 孙兽看到亲公来了, 就把身边的人支开, 贾托有要事要与亲公商谈, 而后, 在寝室中与亲公引够, 亲公宰梁继家内外监筹, 一时间韦市大镇, 就连周部刺史, 俊府二千十太守复印前, 也要向亲公拜业, 施行梁继采那妻子孙兽的意见, 把梁继很多在职官员远去植物, 做出谦选李扬的姿态, 实际上是抬高损失的势力, 损失冒充梁继, 在宫中担任四种清室, 在宫外担任校尉, 郡太守, 县长, 县力, 多达十几年, 这些人各个贪得无厌, 派遣亲信, 将所辖地区的富人登记造册, 以所谓罪行关禁监狱, 严刑拷打, 逼迫赴淫交钱赎罪, 交钱哨子, 既判为死刑, 又扶封隐私损分, 家中富有, 但是, 审刑前列, 梁继送给是损分扯量, 马匹, 而后, 向是损分借钱五千万, 是损分只借给梁继三千万, 梁继博言大怒, 将是损分告到郡县, 说是损分的母亲是梁家的奴婢, 坚守之道, 盗走白竹石湖, 紫金一千斤, 而后逃亡, 随后, 梁继收补是损分兄弟, 严刑拷打, 最终, 是损分兄弟死在狱中, 梁继也随占有是损分的全部家产, 一七千余万, 从全国争调上来的物资, 每年各地进攻朝廷的珍宝, 都要先送到梁继的府邸, 应其挑选, 皇子只能得到赤一党的珍宝, 管理, 百姓带着钱财来到梁继家球馆请罪, 一时间道路相望, 络绎不绝, 梁继派遣门客出塞, 与外国交通, 四处收求七真一宝, 送到坊球歌姬女友, 派除去的门客, 仪仗全是欺凌地方, 横行霸道, 抢夺他严的妻女, 独打载责官员, 集市组, 所到之处, 隐隐怨愿, 梁继大师建造府邸施斋, 同样, 孙兽也在梁府对面建造斋斋, 土路工程极简奢华, 角度天宫, 镜像寡药, 客堂和寝室, 军事明暗交错, 房屋神速, 亭台楼主, 穿门过户, 刁揽玉器, 彩绘装饰, 加上同时修起, 大小窗帘均有繁复的结构, 镂空连缓, 浮宜勇气神仙, 台者之间贯通, 香林楼梗阁遥香走望, 飞梁跨叶, 石灯台阶, 凌空狼桥, 恒尘水道, 金玉珠基, 一方珍宝, 冲刺大小火库, 还有远方收购来的汉雪宝马, 两季又开皮院又, 归宝珠山, 十里九步, 以象征小, 寒冠矮, 愿有种树木参天, 西剑叮咚, 宛若神仙绝境, 各种齐情异寿, 从此其间, 梁济与孙寿坐在眼车上, 眼车上高涨雨盖, 以金银装饰, 在愿有种游光, 许多唱剑在后面跟随, 吹管民众, 一路上悄悄打打, 歌舞偏显, 梁济夫妇一夜游玩, 有时候连续数亿, 相紧穷奢极欲的生活, 有客人造访, 得不到通报, 只好向门房送礼贿赂, 把守门房子, 得到的贿赂可达千金, 梁济又扩宠愿佑, 其奢华比猎王死, 向西直抵洪农郡, 向东直抵行阳县, 向南直抵鲁阳县, 向北抵达黄河, 其河, 远邀中有高山渊守, 荒山丘陵, 周围面积达千里, 梁济在河南郡城系, 有修建图院, 面积横根素舌里, 蒸发蜀县的立祖, 星图修建楼拐, 经过数年才建成, 而后, 梁济向属下献一发去公寒, 争调活兔子, 捡去兔毛, 作为标识, 有淫胆敢伤害, 重罪不赦, 甚至会处以死刑, 有一个西域来的湖上, 不了解经济, 乌杀一只兔子, 结果淫门相互告发, 受到牵连而被杀的食欲, 梁济的二弟, 私下里派淫到上党军打猎, 梁济听说后, 大夫二弟的兵客, 杀了三十余银, 没有一银生还, 在承袭, 梁济又修建一座宅地, 收留逃亡罪犯, 在民间抢夺良民, 管在宅地里充当奴婢, 银数独达上前, 还起了名字, 叫自卖爷, 原家原年, 桓帝以拥立有功, 更加宠幸良济, 在朝堂上, 桓帝召集群臣, 上一家风, 有关官员奏请桓帝, 良济入朝, 不用几步快走, 可以穿鞋旅上殿, 把夜战里, 不乎姓名, 礼仪仿造前汉丞相修, 朝廷把丁豪县, 承阳县剩下的名户, 全部分给良济为十亿, 良济相有四县的十亿, 十亿数目, 与大功臣邓宇相同, 官邸又赏赐金钱, 奴婢, 彩格, 车马, 衣服, 家等载地, 与前汉大将军霍光相同, 以此显示, 良济不同于一般元巡, 每当召会时, 良济与三宫坐在不同席位, 每时一上朝一次, 负责公众上书极药, 以此不够天下, 让是人知晓, 良济应远因为赏赐不够, 内心不愿, 之后, 良济转善朝圣, 穷凶极恶, 一胜一役, 国家大小事情, 良济均要参与一件, 公众卫士, 皇帝见识, 一律要由良济安排, 皇帝宰宫中的起居, 线细指示, 良济掌握的一清二楚, 百官生前吊运, 一律要到良济府上, 地上蒙片线, 然后才赶到上述省, 接受委印装, 下批现营无数, 翻印往前线令, 复印前向良济辞行, 良济有很多拼客分布在往线, 欲言私情, 向无数请过管道, 无数说, 小银作俭犯可, 犹如注重, 应该杀头奔斩, 将军由外弃之准, 位居大将军之位, 应该从先阳散, 以弥补朝政缺食, 晚成是一个大赌负, 很多是银聚集在那里, 自从我在将军身边扶着, 将军未曾把一位长者, 伯父给我, 将军所推荐之影, 大赌非良善之辈, 真的不敢从命, 良济挺了, 很不高兴, 无数到了县里, 待苦良济的宾客, 这些宾客在当地作恶多端, 无数杀了几十人, 从此以后, 良济对无数侵怀怨恨, 后来, 无数担任荆州刺死, 临行前, 向良济辞行, 良济为无数涉酒见血, 在酒宴上, 用补酒招待无数, 无数出门后, 即使在车上, 还有辽东郡太守侯蒙, 刚接到一命, 没有钱去拜业良济, 良济以其他事前, 将侯蒙腰斩, 当时, 公中侍郎, 汝南郡银援助, 年龄十九岁, 看到良济如此凶狠残暴, 奉恨自己, 在缺门向环帝上属, 臣听说, 众人哀叹, 凤凰不来, 黄河不再出土, 自我伤道, 身份被鉴, 不能引来祥瑞子物, 陛下贵为天子, 所处尊位, 可以引来祥瑞, 有引来祥瑞的身份, 还有引来祥瑞的资本, 然而, 天地并没有感应, 祥瑞并没有出现, 这是由于先于时序, 大全被全臣掌握, 上下永恕所致, 司机更替, 功成者身退, 自古以来, 全臣享有高卷后路者, 很少不招来摘祸, 大将军两届, 位己淫臣, 应该引以为戒, 陛下可以令大将军辞去职务, 享受玄车之力, 回家高人而望, 享受一神之福, 左转强, 树木果实繁多, 会折断树子, 伤害树心, 如果大将军不肯放弃权力, 恐怕难以保全之身, 陛下身边的是臣, 知道臣的戒言, 对臣会侧目而视, 切齿痛恨, 臣言情无责, 受到陛下提拔, 在此不必忌讳, 济献忠眼, 窄往西, 顺利, 与帝告诫子孙, 让他们不要像丹珠那样不堪教育, 周公告诫成王, 不要像咒王那样不停劝谏, 奏请陛下, 撤销粉棒之罪, 打开建炎之门, 咒书城上, 梁济听说此事, 于秘密戴谱原柱, 原柱改换姓名, 后来脱病装死, 让家隐用蒲草, 编织成尸体模样, 在街市上购买关旧, 并练送账, 梁济查问得知这其中有诈, 又找到原柱, 将原柱戴谱, 用鞭子活活打死, 梁济将此事隐瞒起来, 犹太学圣贵阳俊仁刘长, 是党时名书, 对原柱的所作所为, 可为欣赏, 梁济招来刘长, 无为大将军幕府令死, 横家侮辱, 他原君仁好杰, 不悟, 对朝政很担心, 昌仪伟言, 评论时局, 与原柱的关系也很好, 在此之前, 好杰党仁联名, 向三公府, 建言举见天下名士, 也不到梁济府中拜议梁济, 梁济想起这些者生气, 又怀疑他们是原柱的通道, 命令中渡官发布公文, 追捕此前向三公府上书的山影, 欲将他们撒汗, 梁济杀了虎武全家, 受此案牵连者, 有六十余银被撒害, 好杰逃亡, 直到难以逃土啊, 就用车子拉着关注, 到梁济府中上书, 上书地上, 好杰在府前扶药自杀, 这样, 家属差点免货, 急至梁济府最备杀, 环地下道, 以礼机舍红武, 圆柱等, 梁济的种种暴行, 不类似于这些, 梁济以喜欢读书, 善待似, 梁济可谓忌惮, 通过中常事告诉完定, 转印梁济以为光雾雪, 梁济又暗示群禅, 举荐自己的儿子梁济为河南郡大爷, 梁济又名狐狗, 当时年仅十六岁, 相貌草漏, 穿衣戴帽不合理, 路上看到的人, 莫不嘲笑, 梁济深感兄弟志向迥义, 常以此为此, 随此官, 与弟弟梁浩闭门读书, 坚守解操, 梁济不希望梁济与宾客友来往, 暗中派人乔装打扮, 在梁济的门前登记来往的客人, 南郡太守马庸, 江夏郡太守田明, 接到应命, 前往梁济府邸实行, 梁济暗示走郡, 以其他事情诬陷马庸和田明, 二隐被判为昆前行, 受到鞭打, 被流放之塑坊君, 马庸自杀为谁, 天明死在流放的途中, 桓帝永兴二年, 桓帝封梁不宜的儿子, 梁马为影殷侯, 封梁印的儿子, 梁桃为成父侯, 梁氏有七银兽封为猎侯, 三个女儿做了皇后, 六个女儿做了桂允, 二银担任大将军, 夫银女儿均可以享受十一, 称为君者有七银, 取公主者有三银, 其余担任请示, 将军大银, 校尉者有五十七银, 梁济载为二十余年, 穷奢极欲, 全是镇东朝野, 白官为之侧目, 不敢有丝毫伪逆, 天子也只能千功虚几, 不能参与正事, 对此, 桓帝心中常感到不平, 延熙元年, 太使令陈寿通过小皇门徐皇, 向桓帝进演, 索一时等宰义, 者应,宰大将军, 梁济听说后, 暗示洛阳令, 收仆陈寿, 严刑拷打, 陈寿使在狱中, 桓帝更加愤怒, 最初, 叶庭官员邓湘的妻子宣, 生下女儿邓王, 邓湘去世, 宣又改嫁梁济, 梁济, 是梁济妻子孙寿的舅舅, 孙寿将邓王送入叶庭, 得到桓帝宠兴, 被封为贵乙, 时候, 梁济与印邓王为干女儿, 以此巩固地位, 让邓王改姓梁, 当时, 邓王的姐夫丙尊担应一郎, 梁济担心丙尊会阻止邓王妈妈, 宣扬邓王改姓, 在眼城找到一个刺客, 将邓王刺杀, 还要杀邓王的妈妈选, 宣的家在阎西里, 与中长寺元舍相邻, 梁济派刺客登上元舍的房子, 欲进入选的家中, 元舍发觉, 几股招来重银, 赶走刺客, 并将此时告出权, 选急忙坐车来到宫中, 向桓帝走报, 桓帝文报, 我眼大怒, 随与中长寺善巨院, 唐恒, 左怪, 徐黄等, 无银密谋, 要杀掉梁济, 相情记载在幻者段, 梁济对善巨等人心存遗迹, 派中方门张运进入锦中鼠位, 以防有变, 巨院命令宫中惯例收腹张运, 以善入攻击, 同谋不轨自罪, 桓帝来到前殿, 召上巨入攻, 召令上巨令, 引勋此伏几, 部署上巨省城, 侍郎以下官吏, 狗使兵器, 守护上巨抬口, 宫门, 又将宫中所有伏几, 收归上巨省, 桓帝派黄门令御院, 率人左右就其事, 土奔卫士, 宇林郡及斗侯见几事, 攻击一千一银, 于是立校尉章标, 包围梁记的狐独, 桓帝右派广路巡远须此福警, 收走梁记的大将军任兽, 将梁记点为敌警督相侯, 当天, 梁记和妻子孙兽, 加重资金, 桓帝照例, 收府梁记的儿子, 和南京大爷梁艳, 梁记的叔父, 困其孝威良样, 及梁记的竹颜, 回味梁水, 越其孝威良种, 藏水孝威良极等, 梁氏家族, 孙兴氏家族在朝廷内外的清水, 全部收府, 送往赵玉, 独的老少, 全部杀头是重, 梁不宜, 梁蒙在此前去世, 其他受到牵连的梁氏亲切, 凡是丹印公顷, 猎猴, 校尉, 刺死, 二千十官员的, 有数十银被撒, 梁记的孤旧, 门客, 凡是丹印官子的, 军召贬处, 有三百余银受到牵连, 一时间, 朝廷内外, 许多官位空缺, 只有银薰, 元薰及廷位寒淡一流印, 当时, 因为事变, 从宫中爆发, 事出仓处, 实则在路上骑马驰骋, 朝中宫庆, 惊慌实作, 官府和民间, 人生鼎废, 经过数亿, 才安定下来, 百姓对诛灭粮食家族, 莫不拍手称快, 朝廷罚莫梁记的家产, 由政府变卖, 获得钱款三十多亿, 充实果库, 为此, 减免天下一万诛罪, 又把梁记霸占的愿忧, 向平民百姓开放, 对于诛杀梁记的有功因缘, 上书令隐寻以下官吏, 数十人收到环帝封赏, 评论如下, 顺帝一照, 梁省被称为贤民俯臣, 只能以地位宠高, 谨奉职守, 受总政策作为标准, 宅相位及阎臣, 掌握朝廷宗书, 应该指挥阎士, 懂得天地感应, 格乎道义, 异于理政, 违背设理, 难以欲误, 梁上有回天之事, 遭逢汉使衰微之时, 矿腹设计, 抚恤姑姑, 并未听说梁上有何自补量测, 百姓恐怖, 应处处可闻, 即使捐献数, 也不能拯救饥饿中的灾民, 人中时, 梁上留下一眼, 欲私行伯障, 也不能免除思维素餐的机会, 还有, 梁上让梁记结交涅臣, 梁上去世, 梁记穷穷吉, 梁上来, 祸家败国, 独争厚寅叹喜, 暂时入下, 何惜左汉, 统一定算, 保亲幽愤, 身高磊叹, 伤恨善友, 继谁贪乱。